面對一例一休 導致物價全面上漲的議題 行政院長林全不客氣回應 認為是有心人放話炒作 不會讓議題繼續發酵 他再次重申 強調勞基法行制上路有磨合期 政府也不會放任不管 對於一例一休 宇佳辦公室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有意見 認為政府修法時 根本沒有考慮到 企業所面臨經營管理問題 除了人事成本大增 甚至還有業者 因為下游供應鏈 假日不送貨 導致訂單受影響苦不堪言 多數中小企業反映 一例一休上路 但法院沒配套 導致死法綁住活人 僵化法令 找不到折中 但行政院並不認同 強調勞基法新制 沒有三書的問題 修法是為了提高勞工加班費 與休假權益 政府和企業要一起面對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